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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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画上那个吴智祖符呢 就是吴符来立门 总化民族的传统不就是吴符吗 符入洗手台吴符吗 就吴符来立门 易永光的经典名画 也于去年开始研究收藏至北京故宫 目前已有九幅画作进驻 对于首次来台参展 易永光谦虚表示 台湾同样是个高手画家伶俐的地方 期盼藉由此次能够与台湾画家 有更多学习交流的机会 进而增强两岸的友谊 并带给台湾民众一场不同遗忘的艺术饗宴 记者谢梦荣 王岐勋 桃园报导 大陆书画名家素有灵气虎王之称的 易永光大师 画展于中正纪念堂热闹开场 五十余张画作椅子排开 牡丹桂气与胡府霸气相得益彰 吸引来往民众的目光 主办商养命酒代理 一新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成荣表明 资深也有收藏十多幅一大师之作 生命也因此富足开阔不少 感念之际选定十日举办此次两岸交流 双方密切延伤一年后才有这次合作机会 就是整体都很协调 然后现在就是这样的感觉 反正就是很动感 然后很喜欢 不错啦 刚快到那边看一下 一两岸了 因为我去看堂讲 看堂讲顺便过来看看 我一直以来都很敬佩 他画出相当好的画 而且他用自然的暗示 自然的颜色写下来的画 所以很特别 所以我又收藏了他一些很好的画 而且他的画有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 所以我认为大家公论的好话 应该多多交流 多多我们这边过去 那边邀请他们过来 一庸光此次来台 带着其三地一龙云与四地一龙阁 三兄弟皆出生于建筑世家 这也是为何一庸光得以自行调配 出以珍珠粉与矿物综合的独家配方颜料 四地一龙阁首次来台难掩兴之情 更直爽坦言从小就崇拜大哥易勇光 未来乐见两岸文化交流越发密切 能以自身建筑师的身份来一趟交流之旅 弟弟亲弟弟 我是搞建筑设计的 搞建筑事工 我家的弟兄几个基本上都是搞这个 我们弟兄是非常支持我哥的工作 大力支持 他这个我们隧带的一些东西 都是我们哥几个拿的 自己带来很多 他这个画展呐带了五十幅画 很重 我们都帮着他拿来 本土知名书法牧师刻印家黄明胜 与画家石井辉大方赞扬 易勇光的创作 他们分别表示台湾与大陆分隔多年 地理环境不同使得创作面向更容易 有此机会双方切磋能使两岸文化互相较劲 并更争于水准之上 非常好啊 在文艺上互相交流互相 活动互相切磋 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 我觉得很好 我一直在跑两岸的交流 我刚从石家专门来 所以我觉得两岸交流可以激荡 让我们的画更进度 本来艺术就是多元的一种创作 那么所以呢 我们找到易勇光教授 他这个画牡丹画老虎这样 好像呢也是非常新的一个尝试 现在两岸的这个譬如说 画作的展出已经到了一个瓶颈 我觉得要有一些突出 我发现到长期以来 很多作家 他们都比较传统要突破 比较少有这么一个力量 我想说呢 应该要多多的交流 多多的激荡 与会来宾国立台湾戏曲学院校长 张瑞斌为易勇光的多年老友 他笑称易勇光大师 是个多元性的艺术家 才能补落俗套 首创戏耍虎图特色分明 并强调两岸文化确实进入瓶颈期 易勇光的异类思考 或许能为台湾文化创作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他套路书画来讲 他的这个基础结构很好 他的训练非常的扎实 那台湾的思想比较自由 然后他们在暴风上比较开放 像这样来讲 大家都可以得到相互学习 跟交流互相成长的机会 正正意识到台湾人民 台湾的领导 对本次发展的重视和关系 这都是超出我想象之外 也感谢台湾的媒体 大陆的媒体 对本次发展的支持 中华国际经贸文化协会理事长上杰梅 为这次展场举办在中正纪念堂的主要牵线人 提到台北故宫与中正纪念堂 对于两岸交流文化展的支持多方努力 一年当中此类展览就占去快一半的时间 两岸创作特色分明 台湾特有的海岛性格 使得作品五居五束 有着信守年来的自在感 而大陆创作则有多年深厚的文化底子 一笔一画皆严谨实在 伊勇光进一步说明 若未来两岸双方能结长补短 想必未来能创造出彼此的文化高峰 记者谢梦荣 王岐勋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王岐勋台北报导